29. 新聞晚報 讓戲曲真正走進百星生活 2015年7月18日活動 A08讀了7月8日歸報 A20版戲曲長廊進駐地鐵站一文 不由為之激獎稱好 上海戲曲藝術中心旗下各大演團舞台照 藝術照的集中展示 形成了地鐵中一度兩例的風景線 舞容偉言 戲曲藝術發展到今天 如何順應時代潮流 培養更多年輕官契A已經迫在眉睫 為了讓更多官爭灰愛劇場 戲曲長廊在人流洶湧的地鐵站出現 無疑是吸人眼球 爭取官但修有個良好途徑 就地鐵公司而言 這也是企業加強公共文化建設的一個有利契機 對於戲曲軟團和地鐵公司來說 這實在是一個雙贏的舉措 在當今文化娛樂生活入憶豐富的形勢下 戲曲藝術要走出困境 贏得官契A 勢必要放下身段 走出象牙塔 真正深入到百姓生活中去 讓傳統的民族文化受到更多人的青睞 讀者如命雄本部記者陸上清整理感謝讀者 給晚報提供真資卓見和讀到見解 你可以撥打本部讀者熱線9625555 或投稿有商loopq at xmwb.com.cn